咱们今天好好喝一点吧 要不 对呀 今天有这么多好事情 对 谢谢你们帮我瞒着隶叔策划成功 我还没说你们呢 这两个一个都不告诉我 喝喝喝喝 别装了 可感谢吧 来来来来来 怎么感谢我吧 喝嘛 喝酒 然后我事后带你们去欧洲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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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提 你们所有人一人送我们一句祝福语 如果你们的祝福语不合格 干了 舍上谢来 你先 好 我先 很简单嘛 来 正齐 那个 庆贺你 今天求婚成功 希望你和隶叔能够早日完婚 好吧 好啊 和哥吗 嗯 好吧 谢谢 谢谢 我拿来 你们随意 好 哇 她太实在了 冯头 真干哪 等你了 我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 那好 我们呢 好 那 月月谢了 倒完呢 我们是一家人 我跟延青一起 没事 你一个一个来 够吗 多到点 这太少了 差不多 有车马远啊 有车马远啊 我能喝啊 酒量可好了 喝一碗 不醉不归啊 来 祝我最亲爱的隶叔 还有最爱隶叔的正齐 希望你们可以早日生一个像 我们家宝贝那样可爱的宝贝 来 这个必须喝 来 谢谢 谢谢 来 月月年轻 我祝你们能够再生贵子 希望你们能够甜甜蜜蜜的 以后好好 给我做一个好的榜样 谢谢 很辛苦的 谢谢 深海之贵 你们开心吗 要干哦 祝贝人应该干 爽快 干了 厉害 厉害 还有啊 你搭着 那酒量可以啊 好 敞多 谢谢 那么能喝 你看 今天能让大家高兴吗 我敬你 确定要见我 你确定啊 我没给你喝过酒吗 但我只喝焦杯酒 你要喝酒 好 好 我们也浇杯酒 孤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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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也交一个吧 来 这一大清早的 怎么居然做了个春梦呢 真难得 还这么真实有质感 一定要闭上眼睛多睡一会儿 把这个梦做久一点 啊 雪 雪 雪 你在干嘛 我 我 我没干嘛呀 我那儿跑 你 你不是说 酒后不乱动的吗 你倒还记得 可是昨天晚上谁想看谁的 谁 这怎么是你家呀 我 好 你就这样了 看下去吧 那你要保证 你这种好安心 好 喝多了 不管了 你说话要算话 不过现在我们好像都熊久了是不是 大宝斯 你心里想干嘛呀 你心里想干嘛呀 恭喜珊珊一举考过了CPA 取得注册会计是资格 这次我宣布一下人事变动 对 谢珊珊从即日起身为会计专员 顶替小薇的位置 爹 珊珊小薇之前负责的工作内容 你都还熟悉吧 嗯 如果有不懂的可以随时来问我 是 谢谢科长 嗯 工作吧 真受不了你 都跟大老板在一起来 这么辛苦干嘛 不过恭喜你了 恭喜你了 恭喜啊珊珊 大老板还真有投资眼光 别看珊珊年纪小 这么快就考上了CPA了 珊珊真了不起啊 是不是 这下都会进去 办了办 办了 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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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终于不会觉得我跟风唐不配了 最近 值得庆祝的事情好像挡也挡不住 庆祝 真棒 说是感想呗 嗯 我没想到 因为谈了恋爱 反而让自己升职了 如果有人问我在风唐那里得到了什么 我想应该就是这个吧 得掉你啊 看不得你那种爱情工作两得意的嘴脸 唉 珊珊珊 你刚刚风唐好的时候我也没看你这么得意啊 我觉得女孩子很少有这种 身上专员比谈恋爱还得意的人 对吧 这才是美好的爱情呢 风唐应该很高兴吧 反应平淡 不过我一定定好餐厅要庆祝了 不然你还想怎样 进风家大门 是你的地方吧 你喝牙子好吗 珊珊 嗯 我觉得啊 你和风唐现在的感情已经挺稳定的了 你是不是 你该是时候 让叔叔这选拳知道它的存在了 今天是高兴的事 说这个干嘛 快来喝喝喝喝 你也喝着喝着喝着 我 你干了我随意 太坏了 我觉得缺点东西 特别的啊 音乐 好好好 好好好 行啊 这发工都高兴了 来 喂 珊珊 喂 珊珊 妈 我CP也考过了 已经升职了 现在已经成为会计专员了 这么厉害啊 妈就知道 只要你肯好好地用功念书 没有考不下来的征兆 改天啊等你回老家了 我让你爸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 作为生殖礼物啊 不用了不用了 你们省了点花吧 看爷爷需要什么就买给他吧 那个 妈 我交男朋友了 真的 太好了太好了 是不是之前来运的那个小张啊 就是 比他职位高了一点点 不过也算同事吧 不是啊 那个小张看起来挺不错的呀 那 那你现在的男朋友是谁啊 是跟你的背景差不多吗 最主要的是不是跟他们家门当户对啊 怎么不说话了 怎么不说话了 妈问你几句 你还害羞了 什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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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个 他呢 比小张职位高那么一点点 是 是 我们大老板 是 妈 妈 妈 你别笑我妈 说话呀 灿灿 你是不是碰到骗子了 妈 我怎么会连我们大老板都搞不清呢 妈 这也难说 你小时候还认错过妈呢 妈 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你就别再提了 我都不记得了 三岁看大 五岁看老 妈 你觉得我连大老板都搞不清楚吗 那我远在老家 我怎么知道啊 好 好吧 好吧 我让他亲自跟你说啊 你 别挂啊 我妈 拜托啊 你跟他证明一下 你不是骗子 喂 妈 他现在跟你说话啊 你不是骗子吗 先帮我去加点水 大半夜的喝那么多水干吗 明显是想把我打发出去 不让我听 阿姨 阿姨 喝水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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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儿可真有出息啊 真好 真好 还说有个男孩子挺喜欢她的 是那个小张 不是 是一个家事挺不错的一个 家事怎么个不错了 就是 就是房子比三三多了那么几栋 薪水比三三高了那么一些 不过不错 父母双王没有公婆问题 父母双王还这么有钱 是白手起家 多大岁数了 大概三十左右吧 那肯定是父母留给她的遗产 富二代 不靠服 你让咱们三三多考虑一下啊 我说你这老头子怎么这么酱呢 三三只是说有一个男孩子喜欢她 可没说在一起 你别打电话去质问她啊 否则以后三三有啥事都不告诉我了 听到了没有 知道了 怎么样了呀我妈说什么了 你是怎么说的呀她相信了吗 不知道 你打了电话你怎么会就不知道呢 这不重要啊 还有什么比这个重要的呀 我妈现在认为你是个骗子 薛珍珍 现在几点钟 十点十二 马上 废话 你马上就不清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什么 你现在晚上十点都在我家 你们还应该知道 即使我是个骗子 该骗的都骗光了 不行 我都回去了 我回来拉他这儿 放开 你马上就不清白了 你肯告诉你吗 说明你终于信任我呢 我什么时候不信过你啊 好 那搬过来住吧 今天 谢谢 你到底现在 现在都是半夜了啊 先把人搬过来 风头 那你明天帮我搬家 记得退房租 你怎么这么接线啊 但是你的房东就是我啊 什 什么 也许大老板他一直都在等着这一天吧 等着我扫除所有的顾虑 终于放心大胆地向所有人宣布 我们在一起了 我开始了 那搬家 重远 这是我的办法 喂 重远 怎么了 珊珊你在公司吗 对啊 那就好 你赶紧下来吧 我又及时找你 怎么了 月月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你还记得上次你手术的时候吗 我在网络上联系了一个 稀有血型的互助群 群主是一个护士 刚刚她给我打来电话说 高架上发生了连环车祸案 有一对母女啊 情况特别地危机 她们就是熊猫血 但现在医院都没血了 我一想 咱们俩不都是熊猫血吗 人命关天的大事 咱们赶紧去救救急吧 那还等什么呀 快走吧 高架机快点快点 咱们带她们去夜局 护士 是不是有对母女急需献血呀 是 是 妈妈还等着做熊猫手术 你们先填一下表格 等下去夜许 喂 是 喂 喂 喂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啊 我等等就回公司了 薛珊珊 好好好 我以后再有大事 我会立刻跟你汇报 没有下一次 大老板 你开会的肯定大了 那 那你就去先开会吧 我一会儿就回公司了 还有我晚上跟夫人一起在外面吃了 不行 今天晚上回来吃猪肝 是 他还真是不嫌弃我啊 还让我吃猪肝 什么 发烧了 多少度啊 好好好 不说了 我知道了 你来回去 喂 杉杉 啊 小爷去发烧了又哔又哀的 王叔叔他吐了两次 嗯 估计他马上回去了 嗯 那你赶紧回去吧 我看这户子会来的人也不少 没关系啊 那你一会儿没问题吧 能行 这么多人哪 没关系的 我以后打车回去就行了 车回去啊 小心点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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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敏 刘玲 你们的指数合格 可以去献血了 薛珊珊 薛小姐 你怎么怀孕了还来献血呀 这不是给我们添乱吗 我 怀孕了 你自己看看吧 你的HCG指数有多高 这不是怀孕是什么呀 不过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恭喜你 怀孕了 我居然怀孕了 我还以为那次手术之后 不能怀孕了呢 我还愿了 我还愿了 我们推出的虚拟货币 跟现在世界上流行的 比特币非常类似 但是呢 又不太会像比特币那样 大跌大涨 同时 也要比网络上的虚拟货币 更有真实性 货币的通行所作用防火墙 因为我们目前的技术 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克服 如果账户货币背道的话 我们能提出合情合理的 赔偿或解决方案吗 是啊 我们要不要研究一个 不救方案呢 对不起啊 别乱了 absurd 宋言 软婪 不 我们结婚吧 active 你带山人献血为什么告诉我呢 最糟的事你没有一直陪着他 万一舒适了怎么办 风月你太没有责任谢了 风月现在一定觉得莫名其妙 又得爱一顿卖 近期我准备要结婚 前天晚上你和严谨过来一下 我有事要跟你们商量 好了 幸好是那个护士细心 如果你要是真的怀孕的话 你知道她献血有多危险吗 对了 婚礼的事情 我就要跟风月来处理 或者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没有 我能有什么想法呀 你们家那顿婚礼哪是我搞得来的 怀孕的是先不要告诉别人 为什么 你想让别人以为我们是有了孩子 所以才有结婚吗 她就不要说了 这个世界对男女天生的不公平 凤子成婚对男方万万没什么 女方就有可能被说闲话 尤其是我们差距这么大 风腾是在保护我吧 我整个脑袋现在还在乱哄哄的 仓促之间她竟然什么都帮我想到了 我还说呢 怎么这么天大的好事 竟然是风月告诉我的 风腾 你这哥们你怎么当了你 还有你 珊珊 这个风腾是怎么跟你求婚的 你怎么就能答应她呢 像这种事啊你应该跟大伙说 我们一起帮你出点子整整她 对啊 就是 哥 你怎么突然就要结婚啊 不要说你是在医院向人家珊珊求的婚 我是来跟你们讨论婚事的人 不是来接受盘问的人 地点的确太奇怪了 不过话说回来 那并不是求婚吧 那怎么行 我已经答应人家隶叔 要帮他准备婚礼了 现在你突然就要结婚了 那我怎么忙得过来嘛 你们是嫌我特别嫌 给我找事做对不对 结婚是大事 必须得一个一个来 正亲和丽珊的婚礼 提到半年后吧 我在过完年之后 马上结婚 那三个月时间都不到啊 珊珊 这个时间很敏感哦 好 现在你是不是过了三百周 不方便了 不方便了 明天公司有几个大项目 如果这样忙下去 一年马上过去 所以我希望在两个月之内结婚 我也好 你如果觉得时间太短的话 我可以找婚礼公司来吧 那怎么行 我已经想筹备你的婚礼好久了 明天呢我就找王叔去趟苗府 我们去找几棵喜庆典的树 把月儿给装饰一下 再把大蒙给重新粉刷一下 这样就喜庆了呀 最重要的是要挑一个黄道吉日 手机借我 好 还好婚礼的细节 让风月兴致让人 让他忘记追问我们 为什么要结婚 我们就要结婚了 感觉有点不真实 盛琪怀孕了 真的假的 是谁啊 盛琪就是那个女演员啊 是吗 是吗 听说怀的是盛琪集团的公子 没想到做到了 盛琪集团的官方否认 据说还要演DNA 男朋友一家人躲起来就算了 居然给这么正式的婚姻 太难看了 不会吧 我还挺喜欢生气的呢 没想到他眼睛那么好 眼光那么差 想用一个孩子来套住他 简直脑残 可是盛琪集团那是百亿集团啊 就算套不出一个败家子 那就生一个孩子 套住你整个集团嘛 就算不结婚 怎么着也得拿上几个亿吧 对啊 这话有道理 这个给你 这个我拿走了啊 我先走了啊 拜拜 拜拜 只要差距大 大家就都会觉得 高富帅身边的女孩子 都是有目的靠近的 怀孕也是一种手段 不知道风唐心里 有没有过一丝丝的念头 我喜欢用孩子套住他 下午记得请假 去检查 是不是啊 怎么了 肚子不舒服吗 没有没有 吃太饱了 好 我先走了 嗯 好 一起去 薛小姐 你没有怀孕啊 啊 没怀孕 那头两天我去献血 你也选了护士说我怀孕啊 还说那个H 是HCG过高什么的 化验单你带了吗 带了 HCG高不一定是怀孕的缘故啊 为什么啊 你精进到化验单上 HCG是正常的 或许当天 你体内的激素过高 薛小姐 你有没有在服务中激素 没有啊 我有好意的 无人中药物品出来 那薛小姐你想一想 化验之前你有吃过什么 吃什么 就是有同事给了我 几个蛋黄牌吃 那估计就是这个年期的 医生 你确定我没怀孕啊 没有 可是我最近确实感觉到 身体会累啊 有点累 那有时候啊 要 要适度一点 节制一点 好 下次你怀孕 我们不来这一家 绝对不来 吃坏东西就以为我怀孕了 搞什么乌龙嘛 不过我幸好 我没有跟更多的人讲我怀孕了 不然我就不光只是在医生面前丢脸了 我还要一一跟大家解释 我为什么没怀孕 想象力丰富的 肯定还以为我因为上次那场大病 我就怀不了孕 留不住孩子了呢 我说你怎么只想了自己啊 其实这样我也很辛苦啊 你辛苦什么呀 如果大家都知道了 叫弄贾成真 努力让你怀孕 你说我辛苦了 好 倪大老板的个性 如果广而告知 结果却发现没怀孕 他的确干得出 让我赶紧生一个这种事 好吧 我没怀孕 应该觉得更幸运了 怎么那么多呀 怎么那么多呀 你说我哥跟珊珊那么着急结婚 不会是珊珊已经有了吧 不会吧 珊珊如果有了的话 一定会告诉你的呀 让你在筹备婚礼的时候 多注意 天哪 我刚看这些喜喜看得 我眼睛都花了 也是 但是 既然没怀孕 又何必赶不结婚呢 你什么意思啊 楓大小姐 你希望你未来的嫂子 在婚礼上不穿运服装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过去年医生说 山上动了手术之后 可能还要调养几年 才能怀孩子 兴许还都不敢想 你怎么想这个呀 珊珊跟风疼的感情这么好 那人家不坏孩子 还不能进你们风家大门啊 我的好历数 你就尽管责备我吧 我知道啊 我这样说特别的不对 但是你想想我们父母死得早 我哥又是我们家唯一的独子 我当然得考虑传宗接代的问题啊 你就不要操心了 我跟你说 珊珊还这么年轻 来日方长 这以后啊 珊珊一定会给风家生一个 白白胖胖又不爱挑食的好宝宝 当然如此 来 还有这么多呢 珊珊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啊 谢谢 昨天发现自己怀孕 今天又发现原来没有孩子 短短的时间里 我好像也对这个虚幻的小生命 投入了感情呢 可风腾怎么都没有一点失落 没有孩子 他就这么轻松吗 你不喜欢小孩啊 为什么这么问 就好像有没有孩子 你根本就不在意 有孩子我开心 没有孩子我也开心 我不像我们因为孩子而结婚 现在 现在你真是太小了 现在让你当妈妈 会不会忍心呢 我怎么小了 我那些同学全部都当妈了 我今年都二十三了 二十三 你还太小了 可以再多玩几年 是你自己想玩吧 我是想玩 不过 我烦什么呢 风头 你真的觉得我能怀孕啊 我不是让你相信我吗 是不是最近伙食不好啊 不过我是应该反省一下的 要不然你的肠胃怎么可能会有空间 装什么蛋黄派呢 你饶了我吧 那是因为风月特别交代的 为了穿礼服好看 我要结实 所以我要控制 问你个问题啊 上次托你带礼物回老家的那个人是谁 阿佳 那我给你吃档黄派的呢 还是阿佳 你 你不会又做了什么吧 阿佳他人是糊涂了点 但是他挺好的 工作也很认真 你还努力 没什么 他该 好 好 恭喜你成为行动游戏的出道组长 能从助力 一下子就成为外派的财务组长 你可是第一个啊 一定要好好表现 我一定会的 恭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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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多亏大老板的想象力呢 让我一起吃都拿来 上次物代为禁品 到了枫家老宅 让我们有机会交往 这次吃蛋黄派 误以为怀孕 让我们准备结婚 小点声 别让别人听见了 其实我现在也不太确定 要不要结婚 毕竟风头是因为我怀孕 才想跟我结婚的 但是搞错了 没有怀孕 那他有没有暗示你 他不想结婚了 没有没有 他说有没有小孩都很高兴 他还说也不想因为孩子跟我结婚 对呀 这就是不管怎样都结婚 这不就对了吗 你担心什么呀 可是 他最近都没有跟我商量过结婚的事情 因为结婚的事情 根本就不需要你操心嘛 志祥也知道 你跟风头两个人 在婚礼上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穿好漂亮的婚纱还有礼服 然后出现就可以了 对啊 你又不懂什么名牌 那婚纱这行那行你又不懂 你就让枫叶小姐给你办不就完了 枫月也有两天没有联系过我了 枫月也有两天没有联系过我了 哎呀你想啊 这枫家的婚礼 怎么第不也得筹备个三五个月呀 这才两天 猜哪到哪儿啊 哎呀 你们就别取笑我了 哎 其实我想过了 嗯 如果过担时间 风腾 还是不跟我商量结婚的事 然后 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嗯 就不结婚了 我觉得 也挺轻松的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到现在我还不确定 风腾是不是想结婚 我也不确定 自己是不是想结婚 不是你又犯什么傻呀 又犯老毛病是吧 哎 你可别忘了 你未来的老公可是 风风腾腾先生 你将来的生活只能越来越好 你犯什么丑呢 哎 你不会得那什么婚前恐惧症了吧 婚前恐惧症 就是婚前思想紧张 思想混乱 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担心 本来想还可以开开心心的恋爱一下 又想到婚后的生活非常没有自信 嗯 怕对方不爱我 或者觉得我们俩越来越不好 该怎么办 就是呼算来想 啊 是这样吗 哎 你这么着 坐直了 嗯 右手拿起来 嗯 放到这儿 嗯 四十五度 嗯 问问自己 你爱风腾吗 这还用问呀 当然爱了 那就接嘛 你还想什么呀 既然人家风腾说了 要跟你结婚 那就说明人家把你当做他以后生活的另一半 对吧 你久他的事跟他结婚就完了 想那么多干嘛呀 想那么多干嘛呀 其他的事 不结婚 光想象也遇不到 哎呀 我怎么说了这么精疲的话 哈哈 我也写我下部小说里 好香啊 好香啊 哥 你快看啊 这是三家顶级的婚庆公司策划的简介 快看一下 你跟珊珊商量一下喜欢哪一个 不是说让你说的算 我可以做决定啊 但这是你跟珊珊婚礼的大事 你必须给我意见 是 我们家里本来人就少 爷爷去世之后呢 又一直不肯谈女朋友 我一直都很担心呢 但现在好了 一年的时间我哥找到了女朋友 而且呢就要结婚了 婚后再给我们骗一个小风腾 我们家又可以热闹起来了 结婚以后 我们不会马上要孩子 为什么 胜太小了 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不生孩子 等到八十多岁再生啊 不会是 珊珊身体还没好吧 冯月 我知道我的责任 但是你千万不要把 风家的传宗接代 和我的婚姻联系到一起 不是 哥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直接告诉我 珊珊 她也能够怀孕吗 当然可以 我回来了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晏月 你也在啊 来 快 这边 你们在聊什么呢 聊你的婚礼呢 看一下 这是三家最顶级的婚庆策划公司的简介 这是以往他们办过的婚礼案例 你看一下喜欢哪一家 好漂亮啊 一定就可以告诉我了 明天 如果太敢 婚礼可以先还一还 你不是说今年的集团事情特别多 明天看一年叫结婚吗 我是说如果的话 不想你们太累 是 那早节晚节都得节都得看是不是 来 看一看喜欢哪一种 你们说有粉紫色 有蓝色系的 还有绿色 白色 还有地中海色系的 各种各样的 我觉得红色也不错 特别的喜庆 还有呢 我们的这个水晶灯 你也太漂亮了 要是你自己的场合水晶灯 感觉真的像是打算 将婚礼不了了之的钱责啊 这钱特别的多 有玫瑰的 有粉色的 这个叫小王子 阿妹 还没去吃饭呀 大老板在吗 在 来来来来 师 师师 等会儿你陪大老板吃饭 麻烦吃久一点 拜托了 怎么了 计算机有点档机 等会儿大老板要看客户和厂商的资料 不过还算好 这些镇商没留的资料都打印出来了 不过 最近公司好像没什么大活动啊 怎么突然要这些资料 珊珊 不会是你和大老板要结婚了吧 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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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乱说啊 阿妹 电脑什么问题啊 快点来来来 帮我看一下 快帮我看看 这些资料都很重要的 千万不能弄丢了 拜托 拜托 修给你了啊 已经在搜集并客名单了吗 所以还是如期举行 风堂的婚礼对集团来说是件大事吧 肯定得搞个公开对外说明什么的 但是阿妹虽然跟我交情好 还是不要冒险问个究竟的好 孙桃 那个 结婚日期定好了吗 大概需要几天呀 因为我好跟科长请假 正问风月 不过不急 不急是什么意思啊 不急的请假 还是不急的结婚啊 风腾始终对结婚这件事 好像没有特别的期待 也没有说不 到底想不想结婚呢 我说不 怎么样 风源是这幅好呢 还是这幅好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错 刚才看了一下 就这一块碗头上 跟王后似的 带这个要把头弹起来 没有问题 粘点 拜拜 我们的美珊珊 真的是珊珊的人爱了 这件还不错 好漂亮啊 不过这个腰啊 错了一点啊 得收 起码得收十公分 珊珊 你看我 看我笑 你觉得是这一件盒 还是刚才那个立体褶花 立体褶花得太复杂了 我觉得这个简单清纯 也是 我觉得这个尖线 太宽了 整个这个地方都得改 对吧 你转过去 珊珊 从这儿到这儿整个都得收紧 太宽了 收紧 然后腰线提高 可以吧 应该可以 再转过来 看一下 转过来 珊珊 珊珊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你要不先去休息会儿 真的吗 看看你的去 那个 梅丽老师只要你带了这几件 是啊 这些呢 都是我们明年春季的最新款设计 我觉得这些作品 适合度也有限哪 要不这样吧 那珊珊跟我一样 让梅丽老师定做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女人婚纱 本身就是应该定制的 但你知道梅丽老师 她得提前应免预约 很难约的 明年你们春节就要婚礼了 你说怎么办 没事 我来跟她说 我跟你说啊 先让她呀跟珊珊见一面 梅丽老师这个人心最软了 一看到新娘子手就一扬了 珊珊 你下个星期哪天有空 珊珊 睡着了 除别过你挺累人的吧 那新娘子啊 千万不能让自己累垮了 不然到时候结婚的时候 洗手不好了 这里有一个医生特别有名 性格 一直以来都是她帮我养养的身帖 你还记得你出院之后 我给你的药帖吗 都是问她要的呢 所以呢 今天带你过来认认路 以后你就自己过来 没事的时候 请她给你把板脉 开几副中药 调理一下身体 好 哥 你才会回来啦 是啊 是吧 风月带我去看看中医 我看了点药本 调理身体 我带她调理身体去了 医生都说了 母体养得好 孩子才能生得好 是 风腾为什么要生气啊 之前也说不急着生 到底是怕我真的生不出孩子 心里难过 还是 其实根本就不想跟我生小孩 不想结婚 接上那这一班老人家 我真是不想要结婚 尤其是那个叶董事 我还得千方改记 想办法跟他说 为什么他不能做主桌 还有 我还要打个岳阳电话 去告诉风腾的客座教授 让他过来做主婚人 我也很头疼啊 你们说那个 出版社跟作家 每个在前每个在后 这个有学问 那个明月出版社 跟范馨出版社的社长 是死对头 不能放一气 还有那个白小雪 跟吴佩叔 他们两个是情人变仇人 更不能放一座 我知道了 所以我才头疼 你说我不是新娘子吗 大家可不可以 在我的婚礼上 一笑眉恩仇啊 是不是你们把事 想得太复杂了 人家有这么事吗 如果是这么事的人 那他们自备合法呢 你可能不要说 什么没有建设性的话 那我 对了 我也有办法 把这些特别事的人 就安排在我朋友那桌 我有很多朋友 连中文都不会说 只会说英文 好啊 这个注意特别好 哥 你 你有没有那些 只会讲英文的朋友啊 你要多少 要多少啊 最少两桌吧 凑两桌 讲两桌 正琪 嗯 你请了柳勋小姐 是那个柳勋吗 柳勋 我没有请柳勋啊 谁 谁是柳勋啊 正琪的某位前任 你没看清楚 你看 柳勋的名字后面有括号 我邀请的是杰瑞 杰瑞把柳勋带过来的 我忘了告诉你了 杰瑞和柳勋现在在一起了 所以你现在觉得特别可惜是吗 没有啊 没觉得可惜啊 他俩挺般配的 他现在是我好哥们的女朋友 好哥们 据我所知 是那种一两年都难得见一面的好哥们吧 对 就是一两年都难得见一面的好哥们 我跟柳勋也好久好久没见了 我肯定不会邀请他 凤腾 是你邀请的柳勋吧 我没有啊 没关系的 可以补上了 我以为某些人跟我说 他跟他的前女友都断干净了 断干净了 断得一干二净 别因为这事生气好吗 那不然你要怎么样 要不然我不请杰瑞过来 裤子说跟杰瑞说 让他赶紧跟他女朋友分手 别因为这事无力取闹嘛 对不对 我无力取闹啊 我就是不想柳勋出现在我的婚礼上 我的婚礼 我知道你不想柳勋出现在我们的婚礼上 但是你说那怎么办 那我们都快结婚了 柳勋也有男朋友了 你因为这件事闹 那就真的是你不对了 我不对啊 我的婚礼 我老公要把他的前女友 带到我的婚礼上来 然后我老公觉得无所谓 我还不能发火是吗 正琪 我不管你是不是邀请了那个杰瑞 我也不管那个杰瑞 到底带多少人来 但是我告诉你 我的婚礼上 就是不想看到柳勋小姐 好 他们俩没事吧 放心吧 他没事 来 好险哦 幸好你们是律师的新郎 你怎么那么坏啊 那我们还要不要请柳勋啊 比起快要结婚的我们 还要半年才步入礼堂的正旗和隶书 跟风月积极地讨论着每个细节 感觉上我们的婚礼 反而像是在他们的讨论过程中 顺便规划出来的 和声从讨论过程中 还能偿扯出很多生股 还会致对对对 broadcast 我们的鼓势 我们可以点通然后事做 我们的颜色 要用程中 再慢慢地讨论了 我还是要路段的 你说 什么 为什么 可是我之前跟她说好的呀 你让梅雷老师打电话给我 怎么了 冯远 那个梅雷老师的助理打电话跟我说 她答应帮珊珊做礼服 但是之后她要着急去欧洲 她还帮我的设计图给别人做 你说我怎么办 时间快来不及了 怎么会这样啊 你还不说好的吗 正请你在干吗 我 我分工合作啊 我挑酒 我婚纱都没了 你试什么酒啊 那你们忙你们的 我也帮不上忙啊 总得定一下吧 什么都不管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管 不是这样的 他连 你跟他有家经验的样子吗 不是 你这样是不是也没问题 不是 我可以不上定 我也在订酒啊 对 好 姐姐 我会帮不上忙 虽然我也受不了这样的吵吵闹闹 但是我跟风腾实在安静得太可怕了 我们私下从来没有针对婚礼 讨论过任何事情 这样像一对要结婚的人吗 你到底是打定主意要结婚 还是在盘算怎么不结婚啊 取下结婚药好了 好 谢谢 不用喝 喝什么 来了来了 他终于要说出口了吗 打算暂停婚礼 你 还是根本就想取消 你又没病喝什么样啊 你想生孩子需要的是我 不是中药 所以 你还是不想太早生小孩 刚结婚的两个人 本来就应该过一段二人世界 你 彼此的生活磨合一下 什么意思 那如果磨合不来呢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将来性的小孩长什么样啊 没想过 不过生起来的孩子 一定会像我 大老板 你可以再自负一点吗 你知道你这种自信多折腾人吗 像你了 一点都不可爱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 像你 像我比较可爱 像我比较可爱 很快这个年纪要过了 我是不是应该跟我妈说一下 跟她们的结婚的事啊 唷 喂 三纱 喂 妈 爸 是我 你在忙吗 还好 还好 就在烫一条裤子呢 你怎么样啊 我挺好的 那个 你有没有跟爸提过 我跟丰腾的事啊 还没呢 会的 会的啊 我会跟他说的 他就在我边上 原来爸还不知道丰腾 这一下子要我跟他们说我要结婚 喂 杉杉 你怎么不说话呀 妈 我忽然想起公司还有事 先不跟您说了啊 改天再给您打 拜拜 好好好 那你自己也当心一点啊 杉杉要你跟我说 说什么 让你当心身体多保重 还没说什么 没说喜欢他那个男人的事啊 没有没有 年底了他公司忙着他 我也要做什么 我最喜欢的事啊 你今天能够好 eagle 没有吗 我应该不认同 我还想着想着 我做什么 我像你一样的 我这样子 我现在应该不认同 今天的菜不合胃口 没有啊 没有 我是在想 我是该带你回老家 看我爸妈的 还是把他们带来上海 当然是要我们去你们家了 是 是 是 那是什么时候呢 不急 等婚期定了再说 问题是 婚期要什么时候才会定下来啊 孙楠他爸 这不年底了 咱们家是不是该反刷一下呀 不用了 每年都这么过来的 粉烧什么啊 打烧一下 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 那三三如果带男朋友回家过年呢 就你上次跟我提过的那个 这样不行 我得给孙楠打个电话了解清楚 这急屁什么时候能改啊 怪不得女儿都不敢让你知道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 这女儿谈恋 找对象我做老爸的关心一下 不可以吗 我就上次听你说 那个对象是不是很有钱 我是怕女儿受骗 我是保护他 你知道吗 你冷静一点嘛 那你还记得上次 三三生病开刀吗 她男朋友还不是放下工作 亲自照顾到她出院 那三三也是看她 这么真心地对待自己 又不嫌弃她生病 才同意和她交往的嘛 可是这个 好了好了好了 咱们家不粉刷了 你就当我没说过啊 说不定没几天个月 他们就不在一起了是吧 其实你就让他们俩交往交往 试试看嘛 你干涉这么多 三三三十岁了 还嫁不出去可怎么办 怕什么 三十怕什么 那这样吧 你叫她过年把那个男朋友 带回来给我看一看 这个 好吧 那我让三三暗示她一下啊 这 这带回来是不是 显得三三太认真了 咱们三三可不能主动提啊 要不 要不让三三自己做决定吧 好吧 她觉得能带回来的话嘛 咱们自然也就看到了 哎呦 你要是实在不相信她的男朋友 那总该相信女儿吧 三三可不是那个浮华的人 是吧 那些采拿气出的她也看不上呢 哎呦 好了好了别想了 算你的账啊 算你的账啊 算你的账 还说交了个男朋友就这反应 要真告诉她和大老板交往 这屋顶还不被她显露 哎 瑟莎 你怎么偏偏和大老板交往啊 这女人真是太麻烦了 你说我不说话吧 嫌我漠不关心 说了呢又嫌我挑剔 她说了她一生只当一次亲娘得谨慎 那我不知道一次亲郎吗 你说她一向可有主见 你不是就喜欢她这一点 你这儿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哎你倒好 婚礼所有麻烦事交给风月帮你处理 珊珊呢有那么好说话 你说你这亲郎当了怎么就那么轻松呢 你说果然这谈恋爱跟结婚就是不一样啊 你说我正期谈恋爱至今累积了多少经验 就没有我猜不透的 没有我哄不好的女孩 就这个袁立书 她到底想什么呢她 她就是这样一个个性 你只要跟她道个歉 一叫小她不就没事了 我还道歉啊 这个你知道啊 自打我们要结这个婚 我跟她道了多少钱 反正都这么多次了 也不差几次了 再说 这好像是唯一的办法了 我可真是羡慕你啊 我就没看到薛珊珊因为婚礼的事跟你闹过一次吧 什么都听你的 这个薛珊珊啊是真的聪明 懂得跟你留面子 私底下也不跟你吵吧 好 你好啊 万一吃了一下 希望您回去再好好研究一下 好 等防火墙的全部计划我整理好以后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跟各位汇报的 好的好的 好了 那几位留步吧 那辛苦您了薛小姐 不辛苦 那您慢走啊 好 再见 好好好 再见啊 大老板 还顺利吗 算顺利吧 说实话我还有点紧张 大集团里果然是人才积极 大家的思维都很缜密 我可是一点都马虎不得呢 礼物 我和你那天打招呼 我让你掌握了 那便能知道 汇报说 我还没办法 怎么办 你都要有一个话 你还没办法 我为我 才决定结婚的 但是呢 现在珊珊又确定没有怀孕 我们都很感动 你还是负起这份责任 说要跟珊珊完婚 但是你知道的 女孩子嘛 总是会想得比较多 她会考虑 你究竟是因为有了孩子 而要娶她 还是因为真心爱她而娶她 虽然珊珊嘴上没有说 但并不代表她不会想 不会期待 我好像说得有点多了 不会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好像有没有孩子 你根本就不在意 我可真是羡慕你 我就没看到 薛珊珊因为婚礼的事 跟你闹过一次 什么都听你 好 好 好 尽量尽量尽量 有时会受苦 然后你会学习 有点多的事情 有时会受苦 与厭恨 李叔 我知道你是一个有主见的人 也是一个处处要求完美的人 但就是你的奸向好生 所以你常常忘记 其实你也需要一个肩膀依靠 我愿意做你永远的肩膀 给你依靠 我不在乎婚礼上放什么花 有什么音乐 喝什么酒 吃什么糕点 我都无所谓 我只在乎你 我也在乎你 之前是我态度不好 对不起啊 其实我就是想 让我们的婚礼 有一个完美的记忆 不想留半点遗憾 所以 那我在乎的是不是 应该是你在乎的 当然 你在乎的就是我在乎的 所以我不允许我们的婚礼 有半点遗憾 我准备了梅丽老师的婚纱 她同意帮你定做婚纱了 真的 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 只要婚礼上有你 我就没有半点遗憾了 feeling perfection sometimes you've being hurt then you learned a thing about you more sometimes you've been born with the life your heart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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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的故事中上演 还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 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 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 静静地陪着你 我不是不在意我们的婚礼 只是封家的规矩太多了 我怕你处理不来 所以才全全交给封月来处理 却在我心中某种程度上来讲 我的婚礼只是完成封家的传统一世 我不是冷漠 只是那些都没有你重要 绝不会搁浅 当我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这个戒指 是从我做的那个时代就传下来的 它只传给我们冯家的媳妇 这个戒指代表着过去 站在这里的我们代表着现在 如果把它套在你的无名之上 如果把它套在你的无名之上 代表的是我们的未来 爱上你 你能否察觉 这份爱太努力 否定你犹豫不决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的心 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 你愿意嫁给我疯疼吗 爱是风中的诺言 取下的承诺是永远 绝不会搁浅 你愿意嫁给我疯尽 那我 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